更需要来照顾我们的父母亲 你愿意来扶他一把 这就是一种报恩 那这些孝顺父母的行为 其实我们的后辈 我们的孩子其实都有在看 而且看得很清楚 如果今天我们不孝顺自己的父母亲 父母亲老了 你不尊敬 不孝敬他 以后等我们老的时候 孩子一样这样的来看待我们 这就是所谓的一种因果循环的道理 曾经在我们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纠难人员在挖掘 在挖掘的时候 挖掘到了一位母亲 那时候母亲正全区的身体 那个知识就好像在行 那个跪拜的一种知识 但是他的身体已经被重物压得 已经变了形状 可是这些旧能源突然就发现说 他的身子底下竟然传来有 这个婴儿的一种哭声 原来妈妈她以用自己的身体保护这个婴儿 逃过一劫 那这时候就能源又从 这妈妈发现 它里面的一个手机 里面还留着一封的简讯 那里面的内容写着 宝贝 妈妈已经等不及 看你长大 但是 你要记得 妈妈永远爱着你 那当这一则 新闻被 报导出来的时候 相信 在场 各位朋友 当我们看到这则报导 一定都会相当的一个感动 因为这是非常真实的 那代表的是那种母亲 她那种 对孩子的那种无私 无私的一种爱 甚至不惜 牺牲自己的性命 来摆服自己的孩子 这真是所谓的天下父母心 父母心的爱是 天下天下 最至高无上 的这种爱 那 人类如此啊 那其实动物啊 也是如此 曾经 有这个 这个科学家在做这个实验啊 那他在实验的这种小白鼠啊 的这个过程里面啊 他发现 这只小白鼠啊 他的腋下竟然长了一颗 像那个绿豆般大小的一个硬块 那有一天啊 这个研究员啊就发现说 慢慢的这只小白鼠啊 他不吃不喝 然后感到非常的一个焦躁不安 最后竟然把他这一块肿块呢 把他咬了下来 这只小白鼠啊可以说疼得全身发抖 并且呢一口一口的把他吞死下去 那到了第二天 研究员呢 更发现 他身上啊 这样握着一堆啊 粉红色的这些鼠骰子 小老鼠 刚出生的小老鼠 正在拼命的吸引着 这个身患绝症 而且骨瘦如采的 这只母鼠的这个乳汁啊 那这只母鼠啊 他努力啊 努力延长自己的生命 一直到第二十一天后的早晨 那母鼠呢 最后安然卧在这个盒子当中 一动也不动 所以这个研究员啊 后来他想起来啊 原来这个母鼠啊 他的离乳期啊 就是断乳期啊 是二十一天 也就是说啊 从今天开始啊 这些刚出生的小老鼠啊 已经不需要这只母鼠的乳汁了 已经可以开始来独立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超越生命极限的这种母爱啊 实在是令人动容啊 不只人类 甚至连动物都是如此啊 所以这真是一个天性 母爱是一种天性 再来我们来看看说 这个动物啊 我们常常又听到说这个羊啊 羊有贵乳之恩啊 这个鸭有繁朴之意啊 连这个羊啊都知道说 要来怎么样 要来吸母羊的奶的时候 它是贵者的知识 来吸云这个母奶啊 然后这个鸭 这个乌鸭 这个小鸭 它受到这个老鸭的一种哺乳啊 那等到这个 这个母鸭呢 年老的时候呢 这个小鸭 小鸭已经长大了 它反过来啊 会来回馈 会来 反过来呢 来 捕育这只年老的这个母鸭 所以说连这个动物啊 都尚知道说 来回馈自己的父母亲啊 何况是身为啊 我们这个万物之灵的 我们这个人类啊 更要去懂得说 来报恩 报答父母的这种生恩 那在白居易啊 它里面曾经 写了一首这个 慈无夜体的诗啊 那里面也是很感人啊 它说这个慈无思其母 压压土哀阴 昼夜不飞去 今年守顾灵 夜夜夜半体 闻则为章经 身中如气树 未尽反谱心 白鸟起无母 耳独哀怨生 应是母慈重 时而悲不仁 昔有无奇者 母莫三不灵 皆在师徒辈 其心不如情啊 慈无护慈无 鸟众之真生啊 那里面 诗里面啊 特别提到说 连这个乌鸦啊 它都懂得怎么样 来失眠 它的这个母鸦 它的这个母亲啊 动物啊 它尚且啊 知道说要来回报这个 父母的这种恩情啊 那母亲过世了呢 它一朗怎么样 一朗的那种哀思 敬它的这种哀思啊 非常的这种痛苦啊 好像失去了一个很大的依靠 那我们人类里面啊 有些啊 反而不如这种乌鸦 比如说我们古代有一位无奇啊 无奇是一位很会打仗的一位大将军啊 那它的妈妈过世的时候啊 她甚至啊 没有去 去这个奔上啊 可以说 这种人啊 可以说是连这个乌鸦啊 连这个动物都不如啦 所以我们要学习呢 是学习啊 像真身 就所谓我们的公子的弟子 真子 他这种孝顺 这种孝心 这样才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人啊 好 那我们在俗宴里面啊 我们常常听到说 这个孝顺呢 还剩孝顺子啊 孝顺还生孝顺子 这忤逆啊 还生忤逆儿啊 一个孝顺的人啊 他生的孩子啊 就会懂得来孝顺父母 那相对的一个人啊 他生前就是 他平常就是很忤逆自己的父母啊 那他生的孩子呢 人家说这个有样学样啊 那当然呢 他也一样会来忤逆我们 所以每个人啊 其实啊 内心所希望的都是希望说 能够只孝孙贤啊 希望自己的子孙啊 都能够孝顺自己啊 那要怎么去做到呢 我们就要先从我们自身 自己啊 要先来孝顺父母 这样的话 就会很容易的达成 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 言教呢 不如生教啊 我们常常叫小孩子说 要来孝顺父母啊 要听父母的话啊 可是呢 我们平常呢 我们平常呢 也不然